哈喽大家好 最近人选之人在Netflix上线 造成讨论度还蛮高的 人群模拟一直都是做后制特效很重要的一部分 除了演唱会、战场、选举 以及各式各样需要的人的场景会用到之外 在节省成本方面也是功不可没 对有成本限制的制作绝对是能够帮上大忙 这支影片要介绍如何用Blender加上Procedure Crowd 做基本的人群模拟 Procedure Crowd有提供超过20种的3D model 6种预设动画和简单好送手的UI 减少使用上的困难 Procedure Crowd add-on可以在Blender Market上购买 我会把连结放在说明栏 预设有提供6种常用的类型 它的缩图都画得蛮好的 分别是一般站在原地形 圆圈形 蜿蜒走路形 行军形 随机走路形 演唱会形 当你不需要太多人的时候 你也可以一个一个加进去 并设定不同的动画 除了不同的模型之外 它也分别提供高模跟低模的选项 让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整 它这个最棒的是 它有教你如何加入客制化的模型 当你今天需要的是一群僵尸 或是士兵之类的 你有机会可以自己扩充 虽然过程有点长 但做一次之后都可以重复使用 所以还算可以接受 而且我觉得制作流程有机会被自动化 根据它的设计 我猜它之后也会扩充更多的人物模型 下载好Procedure Crowd之后 打开Blender Preference Install Add-on 选到刚刚下载好的Add-on 按下Install Add-on 在搜寻栏搜寻Procedure Crowd 点开之后搜寻Assets Folder 设定Assets的路径 按Accept 按N 显示测试栏栏就会看到安装完成了 这支影片中还会用到另外一个工具叫做F-Spy F-Spy可以透过照片建立Blender的摄影机 让摄影机在Blender中的视角跟照片是一样的 使用F-Spy要下载F-Spy跟F-Spy的Add-on 连结放在说明栏 安装F-Spy Add-on的方法跟前面介绍的一样 这是等一下示范会用到的素材 因为我们的镜头是固定的 所以只需要第一帧 而Blender也可以做一些影像编辑 打开Blender 见到Compositing Tab 点开Use Nodes 新增Movie Clip Node 选择你的影片 取代Render Layers 到左上角Render 选择Render Image Save存出来就可以了 打开F-Spy 到左上角File 选Open Image 选刚刚输出的照片 F-Spy是透过透视点来算出摄影机的位置 根据你选择的一点透视 或是两点透视 会需要做不同的水平线设定 这边我选择两点透视 调整XY轴 F-Spy详细介绍我推荐黄尔猫的影片 连接我会放在说明栏 回到左上角File Save 回到Blender 到左上角File Import Import F-Spy 选刚刚在F-Spy存出来的档案 就完成镜头的定位咯 新增一个Plan 调整适当大小 按键盘N打开侧边工具栏 选Procedural Crowds 选Audience Add Crowd Boom 人群已上线 接下来根据需求 可以调整动作更大小 你就有了各式各样的群众咯 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 这边有几点还想补充的是 一般预设好的走路或是跑步的动画 通常都会有狡猾的问题 这部分可以透过调整速度改善 但不能完全解决 这个工具提供的模型大多不是亚洲人 有需要的话还是得靠自己扫描 关于扫描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使用这类工具的时候 最好还是靠实拍人群 再把3D后置合成上去 真真假假 参半效果更佳 如果觉得今天的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 可以考虑订阅加小铃铛 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咯 我们下次见拜拜